這樣維持健康 飲食、運動、誤娛樂、休息和身心方面 對維持健康重要嗎? 維持健康是一個多方面的過程 咸過飲食、運動、娛樂、休息和心理健康 以下是各方面的重要性和一些建議 一、飲食、均衡飲食、攝取各類營養 包括蛋白質、碳水化合物、脂肪 維生素和抗物質、均衡飲食能提供身體所需的能量和養分 多藥蔬果、蔬菜和水果附含纖維 維生素和抗氧化劑有助於預防慢性病 控制糖和鹽的攝取、過量的糖和鹽會增加幻想糖尿病 高血壓和心血管疾病的風險、多喝水、保持水分充足 有助於新陳代謝和身體各項機能的正常運作 運動、定期運動 每至少進行150分鐘的中等強度有養運動 或75分鐘的高強度有養運動 有助於增強心肺功能、保持體重、預防慢性病 力量訓練 每進行兩次力量訓練 有助於增強肌肉和骨格健康、提升代謝率、靈活性和伸展運動 有助於保持關節的靈活性、減少受傷的風險 力量訓練 力量訓練是一種通過對抗阻力來增強肌肉力量和耐力的運動方式 它的具體內容包括 器械訓練 使用健身房內的各種重量訓練器械 如腿部推舉機、拉力機等 進行針對性的肌肉段 自由重量訓練 使用啞鈴、鋼鈴、鋼鈴等自由重量器材進行訓練 如深蹲、硬拉、我推等 自重訓練 利用自身體重進行的力量訓練 如虎我撐、引體向上、養我起座等 左力帶訓練 使用左力帶進行的訓練 適合家庭和旅行時使用 力量訓練的主要益處包括 增強肌肉和骨格健康、提升肌肉力量、強化骨格、減少骨質疏鬆的風險、提高新陳代謝 增加肌肉質量、提高身體的基礎代謝率 有助於減肥和控制體重 改善體態、增強肌肉的同時改善體態 使身體更加結實和協調 預防受傷、通過強化肌肉和關節 減少運動和日常生活中的受傷風險 3. 娛樂 適當的娛樂活動 有助於減壓和提升情緒 如閱讀、聽音樂、看電影或參加社交活動 戶外活動 接觸自然有助於放鬆心情 提升心理健康 4. 休息 充足的睡眠 成人每晚應睡7-9小時 充足的睡眠 有助於身體修復和心理恢復 拘律的作息時間 建立拘律的睡眠時間表 有助於身體的生物中保持穩定 放鬆技巧 如冥想 深呼吸和如加 有助於放鬆身心 提升睡眠質量 5. 心理健康 保持積極心態 培養樂觀和積極的思維方式 有助於提升心理健康 社交支持 與家人和朋友保持良好的關係 獲得情感支持和社會聯繫 壓力管理 學會有效的壓力管理方法 如時間管理 設置合理的目標和學習放鬆技巧 尋求專業幫助 當面對心理問題時 不要猶豫尋求心理醫生或信思的幫助 壓力管理 壓力管理 是指通過各種方法和策量來減少壓力 並提高應對壓力的能力 具體方法包括 時間管理 制定計劃 列出每日 每和每月的目標和任務 合理安排時間 優先級排序 識別和優先處理重要和緊急的任務 健康的生活方式 均衡飲食 健康的飲食 能夠提升身體的能量水平 減少壓力感 規律運動 運動能釋放內啡態 提升情緒 減少壓力 充足睡眠 良好的睡眠質量能夠幫助身體恢復 提升應對壓力的能力 放鬆技巧 深呼吸 通過緩慢而深沉的呼吸來放鬆身心 減少焦慮感 冥想 每日花幾分鐘進行冥想 集中注意力於呼吸 清空集念 儒家 結合身體姿勢 呼吸和冥想的綜合鍛鍊 有助於放鬆身心 社交支持 尋求幫助 當壓力過大時 與家人 朋友或同事傾訴 尋求支持和建議 建立人際關係 參加社交活動 建立和維持良好的人際關係 提供情感支持 正念與自我照顧 正念練習 專注於當下 接受自己的情緒和想法 不加批判 自我照顧 定期進行自我放鬆活動 如炮組、聽音樂、閱讀等 專業幫助、心理諮詢 當壓力過大無法自行緩解時 尋求心理諮詢師或心理醫生的幫助 壓力管理課程 參加專業的壓力管理課程 學習系統的壓力管理方法 通過綜合運用者寫壓力管理的方法 可以有效地減少壓力 提升生活質量和心理健康 尋求專業幫助 當面對心理問題時 不要猶豫尋求心理醫生或信思的幫助 總之 健康是一個整體的概念 需要從多方面去維護 透過均衡的飲食 規律的運動 適當的娛樂 充足的休息和心理健康的維護 能夠有效提升和保持整體健康 好了 這條片到此為止 下星期再見 那謝你觀看此影片 如喜歡此影片 請免費訂閱 點讚 留言及傳閱 謝謝你 感謝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